欢迎大家来到新青年历史 本期跟大家分享的是1927年 白崇吉会见五国领事的影像 1927年3月 白崇吉担任东陆军前提总指挥兼上海警卫司令 4月初任松户卫属司令并会见五国领事 在得到这几个列强的支持之后 白崇吉便协助蒋介石 在上海发动倒行逆事的412政变 影像当中有一个细节 就是白崇吉送五国领事离开时 白崇吉满面笑容很谦卑 到送走之后又转瞬几时的冷笑 冷笑之后满脸的阴质很凝重 白崇吉的这个表情转变 将一代枭雄在暴风雨前 内心世界中的愁疏满志和诡诀很阿完全地展露了出来 影像的历史背景就介绍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喜欢历史的朋友帮忙点个关注哦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